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喜乐来到神的殿中 敬拜祂 一起来拍手 来见证祂的奇妙作为 Amen 让我们一起来说 你将水片归美酒 无人能想你 无人能想你 你若空取则黑暗 自画本抬提灰尘 无人能想你 无人想你 来说作声 我身最伟大 我身最抗产 远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 他依旧我们 他满有权能耳杆 你将水片归美酒 时忙也冲着光明 你 无人能想你 无人想你 你容光取则黑暗 自画本抬提灰尘 无人能想你 我深醉為他 我深醉堂堅 願超過思想一切的軍話 他與之我們 還滿有權的 Oh yeah Oh yeah 我深醉為他 我深醉堂堅 願超過思想一切的軍話 他與之我們 還滿有權的 Oh God Oh God 神是我們生命中唯一的神 祂是無人能取代的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將隨便會美酒 時芒眼窮見光明 無人能像你 無人像你 你擁抱取折灰暗 Amen 四花管 抬替回船 無人能像你 無人像你 無人像你 我深醉為他 我深醉當下 願超過思想一切的軍話 他一直我們 還蠻有權的 Our God Our God 來告知他 我身最回答 我身最感想 別超過世上一切的訓冠 他一直我們 還蠻有權的 Our God Our God 來宣告 落上帝幫助我們 有誰能攔住我們 落上帝與我同行 誰還能抵擋我 落上帝幫助我們 有誰能攔住我們 落上帝與我同行 誰還能抵擋我們 落上帝幫助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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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還能抵擋我們 落上帝與我同行 誰還能抵擋我們 落上帝幫助我們 誰還能抵擋我們 落上帝與我同行 誰還能抵擋我們 落上帝幫助我們 誰還能抵擋我們 落上帝幫助我們 誰還能抵擋我們 落上帝與我同行 誰還能抵擋我們 落上帝幫助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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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還能抵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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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祂站在前面幫助我們 沒有事物能夠抵擋我們來親近祂 我們要來更多尋求祂 Amen 更多尋求祂 更多尋求祂 更深尋求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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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尋求妳 跟神尋見妳 更深尋見妳 就更加愛妳更多 更多尋求妳 跟神尋見妳 更深尋見妳 就更加愛妳 我渴望坐在妳腳前 憑妳愛中的過程 在妳懷中感受妳 心跳聲音 愛聲不堅定 讓我承受不清 愛聲不堅定 讓我承受不清 愛聲不堅定 讓我承受不清 我融化在妳 蘇天的安息 更多尋求妳 更深尋見妳 耶穌 更深尋見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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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望坐在你脚尖 以你被冲的火圈 在你怀中感受你 心跳声音 爱神不坚定 让我承受不起 我融化在你 树天的安息 我渴望坐在你脚尖 以你被冲的火圈 在你怀中感受你 心跳声音 爱神不坚定 让我承受不起 我融化在你 树天的安息 我渴望坐在你脚尖 以你被冲的火圈 在你怀中感受你 心跳声音 爱神不坚定 让我承受不起 我融化在你 树天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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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渴望你 树天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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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需求你 永遠去接你 充滿我是你 我渴望坐在你腳前 以你為重的活著 在你懷中感受你 一條聲音 愛神父的你 讓我承受不起 我融化在你 逐天的安息 我渴望坐在你腳前 以你為重的活著 在你懷中感受你 一條聲音 愛神父的你 讓我承受不起 我融化在你 逐天的安息 我渴望坐在你腳前 以你為重的活著 在你懷中感受你 心跳聲音 愛神父堅定 讓我承受不起 我融化在你 逐天的安息 我融化在你 逐天的安息 我渴望坐在你 逐天的安息 我渴望坐在你 逐天的安息 我渴望坐在你 逐天的安息 我輸你 逐天的安息 我屬你 永遠屬你 此時此地 願你升起 你的荣耀 就在這裡 從天堂到地基 神祢輸回我生命 我屬祢 永遠屬祢 此事此地 願祢生起 祢的擁有 就在這裡 從天堂到地基 神祢輸回我生命 我屬祢 永遠屬祢 我願相符 告知祢明 耶穌 你的榮耀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屬祢 永遠屬祢 我能去哪 除了你是恩昨天 我想賦予 你是假的恩典 何等的愛 你大的手扶持我 太柔美 何等柔美 我願相符 告知祢明 耶穌 你的榮耀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屬祢 永遠屬祢 是你 永遠屬祢 荒陽之王 你特別傷了一尺 神的兒子 彰現恨廉真實 何等的爱 带我进入你恩赐 真美好 你真美好 荣耀君王 你的边上的依旨 神的儿子 像些暖点真实 何等的爱 带我进入你恩赐 真美好 你真美好 我愿想不要去匿名 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的我生命 我属你永远属里 我也想不要去匿名 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属你永远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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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世次第 愿你申请 你的荣耀我属你永远属里 你永远属里 你永远属里 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属你永远属里 Hallelujah 是的主我们愿你生起 我愿你的荣耀 主啊你的荣耀高过主天 你的名在全地之上 主啊你的名何其美 主啊你的名何其美 主啊我们何等的 何等的蒙恩 我们何等的蒙恩典 能够来到你的十架前 并且是坦然无惧的 来到你的十架前 好不好弟兄姐妹 我们再次将自己 交在神的手中 当神在十字架上 断气时慢子 圣殿的慢子 断念的那一刻起 我们跟神 就再也没有隔绝了 我们这样子 带着一颗坦然无惧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跟神说 神我在这里 主啊你看见我的心 你看见我的一切 主啊我愿意高决你的名 我愿意相辅在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 我求你的恩典充满我 让我领受这十架上的恩典 让我 让我 此生与你同行 好不好 我们一起开口 为自己来祷告 Hallelujah 主啊我们再次 在你面前来表明 表明我们的心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 在这里来告白 主啊就是一生一世 跟随你的心 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 主啊我属你 礼物 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 主啊圣灵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让我们像普遍 跟自己一样 静静静静静静静的在一起 静静的想念 主啊求你来 求你来 求你来 求你来充满我们 主啊求你来向我们 垂青 主啊 主啊你复活成功 向你的 让我们鼓来垂青 主啊求你今天也向我们来垂青 你的生命气息要进到我们的里面 主啊你复活的大力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主啊我们不仅仅纪念你的死 我们更纪念你的死 我们也纪念你的死 我们也纪念你的复活 Hallelujah 主啊求你圣灵向我们来垂青 你复活的灵再一次充满我们 使我们是新的又新的 使我们真心的灵 主主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 你送你新鲜的恩高 你送你新鲜的恩典 主啊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Hallelujah Hallelujah 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为自己来宣告 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Ecclesia 我们是金兵 我们是属于神的金兵 好不好 我们开口为自己来祷告 让我们活在过去 不活在旧思维里面 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是新创造的 好不好 再一次为自己成为Ecclesia 来祷告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啊为着我们自己 能够来成为神的金兵来祷告 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 主啊求你来恩高我们 所以主啊 在过去选择的修辑里面 主啊我们要心理更新而变化 那我们就说你新的信心 也说你新的恩典的时候 主啊求你下一次来指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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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求你来过去的老我 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 重新被剪造 主啊我们是你的内心啊 主啊我们是要带着盼望向前走的 我们是你的警笔 主啊求你来恩高我们 主啊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失败来够来为你发光 哈利路亚 谢谢你 谢谢你 主啊你的圣灵要浇灌在我们头上 主啊你的恩高又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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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弟兄姐妹我们持续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为我们一二三的异乡来祷告 就是有一千个家基台台 两千四百个人的欢气敬拜 有三百个家教会 好不好 让我们在我们的异乡上面有份 让我们在一千个基台里面有份 在两千四百个人欢气敬拜上面有份 在我的家也要建立家教会 我的家就是三百个家教会当中的一个 好不好 我们为了我们教会的异乡一斤 我们自己参与在里面来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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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求你来 求你来 祝福复兴我们 祝福复兴我们的教会 祝我们能够这样子坛上的火 这样子灭灭 祝福让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的坛上 当如主席 主席祭坛的时候 主啊你每天 像家里活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求你来恩典常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中 在祭坛之中 在家教会之中 主啊有许多的神迹行事要被诉说 主啊有许多的神迹行事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我们看见得救的人数 也要天天的加深在我们的里面 哈利路亚 主啊求你来 求你来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更愿意我们自己有份 在这复兴的浪堂当中有份 主啊我们是有份的 我们是在于你的复兴里面是有份的 主啊求你 求你来到复兴我们的教会 主啊在一次新的一波的复兴 充满在我们的心里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赞美你 主啊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也就谢谢你 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用主道我们来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灾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晚上有可能要做一些不同的事物 所以我可以邀请弟兄姐妹 不要坐后面 就坐比较前面一点 因为这个训练很重要 所以请各位坐到前面这里来 好不好 请各位离开你的座位 然后向前坐过来 除非你已经脚不能动了 OK 往里面坐好不好 大家往里面坐 往里面坐 OK 来来来来 往里面坐 往中间坐 OK 来 我们这边也不要坐人好不好 坐到这边来 好不好 因为我等一下做一个操练 不然往里那边我操练不到 来 请各位 这样坐也许是比较舒服快乐一点 家里有在坐 地毯有在带家人做敬拜的请洗手 好 看看 越来好像越多人 OK 家里都没有在做祭坛 每天都自己有在灵修的请洗手 一下我看看 OK 那不错 OK 那个谁在做PA 把声音开得漂亮一点 我那么漂亮的声音 你把我弄得很惨 OK 再来一下 把中音弄大一点点 好不好 高音也高一下 然后不要有echo OK 好了 我等一下有一个时间要操练各位 你怎样子去带家里的祭坛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要跟各位提醒各位 那祭坛就是我跟我的家人 或是我自己在敬拜神 但是你家里有祭坛 这个祭坛是一个合一的 是一个相爱的 是P子之间能够交行的 祭坛其实是恢复家人 P子之间的关系重要的一番 所以不要轻敷这个祭坛 这个祭坛就是当你献祭的时候 圣灵就开始在你家工作 你要相信 因为这个祭坛 你家一定有神迹奇事 你要相信这个祭坛 一定会带来很大的恩典跟祝福 你要相信这个祭坛 会保守你的家 成为一个荣耀丰盛之家 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不可不说 我的家是一个很富有的家 一点都不欠缺 有没有很可不 老的时候我财务很自由 有没有可不这种日子来到 你可不这种日子来到 你就必须要怎样 家里有祭坛 我再以几个例子 早期的教会像在澎湖 他们都是 传道理到那边去的时候 没有教会的本身 所以就在每个家建造祭坛 在每个信主的家建造祭坛 你知道这些信主的家建造祭坛 经过了150年之后 这些的家 大部分都成为旺主 在台南 在高雄 在世界各地 这些家庭都成为旺主 你有没有相信 祝福是一代接着一代 所以当我信了主之后 我怎样的建造一个祭坛在我家 我觉得以前的这些传道人 他们只会唱12首歌 会讲很简单的道理 就可以去传福音了 他们就可以每天 带着这些信主人在家里做祭坛 你知道吗 我还记得我们教一个老妈妈 九十几岁的时候 我跪着跟她祷告 跪着跟她祷告 她只会唱一首歌 这是一首歌 101首 就是唱那一首歌 就是圣诗275首 只好兵游就是亚首 她只会唱这一首 每次跪下她就唱这一首 但因为她不是字 她不是钱 所以跟人家去收歌而已 但是她就是 一跪下来就是敬拜神 然后祷告神 你看她的家族 她的后代 黑丘 怎么样 黑桥就是她的后代 你看 开南旅业就是她的后代 你知道吗 整个家族就是非常的兴旺 蔡友人 就是她的后代 你知道吗 所以我期待的你要为你的 不要为你自己想 要为谁想 要为你的家庭想 为你的后代想 为你的后代想 所以我再说一次 你在家里献祭的时候 家里献祭的时候 神的荣耀就会光照 神就会带领你 然后你的家 会成为一个荣耀之家 很多的奇妙的事就会发生 很多的神迹奇事就会发生 很多的丰富就会进到你家 你必然要相信这个事 你不能够每天说 神啊 祝福我祝福我 但是你不敬拜祂 我觉得神 他一直问他 要升天之前 一直问他的门徒 特别问耶翰说 耶翰你爱我吗 耶翰怎么回答他 我爱你 他问一次 你爱我吗 耶翰又回答他什么 我爱你 又问一次 耶翰就很忧愁 耶翰说我怎样 我爱你 对不对 我爱你 还有爱我的羊 还有爱我的羊 每次神在问他说 你爱我吗 那个爱的本事是阿嘎佩 然后每次都是用蜀天的爱 他回答都是人间的爱 但是我看到我们今天真的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的人 你都要用一种神的爱去爱神 然后去敬拜神 用神的爱去爱你的家人 你知道吗 你再怎么苦都要怎样 爱你的家人 让你的家感受到那种神的爱就在你生命的里面 所以信主的人一定要不断去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 让自己的所有的这些属世的想法 后面的想法 后面的语言 后面的思考能力都要离开你 你要跟神说神啊 我就是敬拜你 那么你知道教会其实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一些事 我先再次给各位 我再次给各位这些概念 你就会更清楚 你就会更清楚 你知道耶稣曾经跟他的彼得说 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认识我是谁吗 门徒怎么回答 他说你是耶利米 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位 有没有 唯独彼得说 你是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就非常喜乐 说这不是血气的告诉你 这是一个天父的启示 这是天父的启示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盘石上面 那么这个教会叫做Eglacia 我再必须强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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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Eglacia就是从希腊的文化或是罗马的文化 简单讲就是一群精英的集合 就是一群精英的集合 耶稣所呼召的门徒看起来东西犯夫做足 可是其实他们是一群精英 那你跟我说一次 我是被护照 我是精英 你说得出来吗 你看一下隔壁那个人是不是精英 你知道他是要 他的教会是一些精英 决定来建造天国的事物 还有一样 他又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 说阴间的门绝对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我的钥匙 天国的钥匙交给精英 我要把我的天国的钥匙交给谁 精英 你是精英才配得拿这一个钥匙 而且阴间的钱柄不能怎样 胜过这一群精英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我真的有幸运当精英 当你相信你是个精英的时候 你又会发现到他给精英很大的权柄 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怎样 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怎样 你又不觉得你是一个精英 你是不是很有钱柄 对不对 你很有钱柄 那你这个很有钱柄的人 你又可以看到 这个钱柄 你如果读到马太十八章的时候 你们有两三个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就跟你们同在 在地上走捆绑在天上怎样 要捆绑 在地上走释放天上要怎样 要释放 两三个精英一起祷告的时候 这两三个精英祷告的时候 其实是两三个在敬拜祷告 建造祭坛的时候 权柄就在了 能力就在了 你先告有就怎样 有 先告没有就怎样 没有 所以我现在提醒各位 在就位的时代的祭坛 大部分都是在求神祝福 求神肆以土地 还有求神建造以色列 当以色列有罪的时候 祭司替他们献祭 替他们代赎 所以在就位的时代 祭司要承担以色列人的罪 承担以色列的罪 他们的献祭的目的是 建造一个以色列国 但新一的时代 我们有权柄 当我们进到天国的心当中的时候 我们是建造天国 我们是建造一个国度 今天的教会 我现在再用一次给各位看 你看 今天的教会 的问题 OK 这是Iglésia Iglésia 其实这个Iglésia 就是人都要接受很严厉的信念 有天国的思想 有天国的价值 你知道吗 教会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教会是什么 我上个礼拜稍微写一下 我今天会让各位更清楚 更清楚 我今天给各位讲清楚的目的是 你今天要不要让你的家成为天国 你要不要让你的工厂 工作地方成为天国 你要不要相信说 我们有两三个基督徒在工厂祷告 那个工厂就会被转化成为基督徒的工厂 你相信吗 有一个弟兄告诉我 说他在一个 他在一个彩经 在上班 他们就天天 两三个一直为老板祷告 希望他信主 财经 结果那位老板怎样 信主 你知道 他说老板信主了 董事长信主 董事长信主之后呢 他们要盖场 董事长就开始带着这些基督徒们去祷告 到那个新厂祷告 盖场的时候到新厂祷告 盖好了之后 那个董事长就叫这一群 他的重要的幹部来 很多是基督徒 就把那个带头祷告的人说 You are fire 有没有很可怕 很可怕的一件事 这个带头祷告的人就被fire 你看起来很凄惨 对不对 但是神对一个精英的代言 绝对是你想不透的 你知道吗 结果这个弟兄就离开了 这个彩经 然后到台北 现在彩经的股票 一张是大概是几块 他现在公司是五百多块 他以前在彩经是两百多万 他现在在那边是八百多万 有没有点差 神在做的工作 你要享受他对你的内带 真的你常常要去享受说 我是个精英 神绝对会带领我走向一条 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所以你要常常眼睛看到说 我是一个精英 我今天我在教会里面 你看教会 这个却需要教会 那你看看 这个是教会 他要不要群众 有没有群众 有没有 那你们就是群众嘛 对不对 再来 你看看这里有牧师 然后有教师 上个礼拜讲过了 你看 再来 有长直 然后 你看 再来 你可以看到 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礼拜 对不对 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小组 我们也在传福音 你看教会如果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不错了 对不对 有在传福音 那么你会看见 这个教会都是以人的需要为导向 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是因为教会的需要而导向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什么叫Iglésia 我们这一些人是蒙召的 你看 大家 他们是以天国的议会 这些天国的精英 做中心在带领教会 天国的精英 全部各位一下 各位一下 你是群众还是精英 回答我一下 真的吗 那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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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群人 他有 里面有五重指示 有使徒 有先知 有牧师 有传福音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是教师 你看到 我们的教会只有什么 牧师 还有什么 传道人 有没有 少许教师 好像我们没有看过使徒 也没有看过什么 先知 你如果在长大会 跟长大会的牧师说 我是使徒 你会被赶出教会 因为他 对这个东西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在 我现在 要讲一个笑话好了 我一常有一天跟我说 牧师 我一直 人家叫我传道 你可以按理我当牧师吗 我说 为什么 他说我喜欢做牧师 我现在是父牧师 我一常从那边跟我说 牧师 你要为了祷告 我是使徒 你现在做牧师 还在使徒 我说 我要变了 你看 这种是有差距的 什么叫做使徒 Apaso 其实Apaso是什么 我这样说 日本人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有一起精英先来 做文化思想的改造 你知道吗 他们来宣扬日本人有多好 日本的文化有多高善 人见人有多有礼貌 是一个很有具力 很有秩序 然后很有威严的一个什么 一个文明的国家 我们做的东西最好的 你可以看到这次的太鲁阁的地震 有没有 中华民国建造的那些 有很多的那些桥都断了 他们建造一百多年前的桥 到现在地震之后还是好的 他们是不是精英 所以以前 像我在老一辈的人都说 他们是受日本交易的 好像比我们高等 有没有 这个叫Apaso 这个叫Apaso 我觉得教会其实是需要Apaso 你如果是一个精英的 我们这些蒙昭的人 我们是天国的精英 我们必然是什么 Apaso 我们是先知 我们是个牧师 我们是个传福音 我们是个教师 而且我们这些人在做什么呢 我们是在做一场征战 我们在做一场属灵的征战 所以两三一起祷告 神告诉我们说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两三一起祷告 对不对 然后你就有钱饼 你说捆绑的 你要捆绑 天上被一定怎样 捆绑 你释放的在地上 要怎样 要释放 等一下我要带各位敬拜 你开始 两三人在一起操练看看 你要跟神说 神啊 我要看到神迹 明天我就要看到神迹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就跟神说我要看到神迹 然后 再来 再来 我在做一场属灵的征战 我要不要有属灵的得胜 我要不要看到神迹奇事 我要不要看到神迹奇事 还有一样 你又可以看到一件事 其实我们是要进到 所有的山头 七大山头 其实我们是进到 社会的里面 我们进到社会的里面 我们其实是 所有的弟兄姊妹 你是一个精英的时候 你在工厂设立祭坛 你相信你能够设立祭坛 中午的时间 可以找弟兄姊妹 一起敬拜神 祷告神 然后宣告 这个 我们的工厂就是属乎神的工厂 我们的工厂一定会更多人信靠耶稣 你也可以进到麦当劳 找两三个人一起祷告 你知道吗 宣告在 常来麦当劳的时候 因为会享受到神的氛围 所以很多人都会感受到神的通载 我以前常到麦当劳 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在麦当劳查经 有一次我到虎前路 那个什么教会 虎前路 那个火水教会 楼下有一间咖啡厅 我走过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那边祷告 我看到一个妈妈带个小孩要吃饭的时候 她带个小孩牵着她的小小的手一直祷告 我就觉得我好享受 我那个妈妈怎么带她儿子在做吃饭祷告 你知道祷告多久吗 十几分钟 如果是我 我早就饿死了 但是那个妈妈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我就发现那种 哪里有祷告 哪里有敬拜 哪里就有神经 所以你要不要看到一个问题点 你看看 今天的小祖都是在相爱 小祖都在相爱 彼此相爱 在传福音 可是小祖更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把它变成祭坛 祭坛就在敬拜 就在祷告 祭坛的本身就是要 有更大的属灵的能力 有更大的神迹 其实要发生在你的祭坛的上面 这个我们叫做家祭坛的上面 你的家如果不能在祷告 你会发现到你的家 开始就会经历到神的丰盛 就在我们的当中 你知道吗 你就会经历到 还有经历到人性的改变 还有经历到什么 神的大爱 就在你的当中 要被发现 所以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的教会 当我们的教会在谈到说 当我们的教会在谈到的时候 我们在做祭坛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这里做祭坛 不是在这里做小祖 我们是在这里 我们是两三个精英 两三个精英 一起祷告 一直敬拜 我们在做一场属灵的征战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你必须要持守这种信心 持守这种心智的时候 正你会开始动工 所以我一直鼓励传道人 去做这种叫做 要到你的家去建造祭坛 但是我更鼓励弟兄姊妹 里面的 你在守在的地方 你守在的地方 必须要建造什么 你的工厂 你在新楼医院 我在成大医院 我在成大的大学里面 我在台南大学里面 要不要建造更多的祭坛 我最近成大那些老师很怀念 我说我好久没有去带他们 我想疫情过了 我开始要回去带他们的时候 你看这个 我们在做一场属灵的征战 而建造七大山头 你知道吗 其实七大山头 你把它用成A B C A B C D E F G It's Art 艺术 B 是什么 B 就是 Business 你知道吗 B 就是 Business 还有C 就是 Church 宗教 对不对 就是宗教 再来呢 D 就是 Retribution Media 就是媒体 E 是 Education Feminine 还有 Government 你要不要 你今天 我今天做一个 我今天做一个艺术家 我要不要找艺术人来敬拜 展生你在哪里 你要不要找艺术家来敬拜 我是跳舞的 我要找跳舞的来敬拜 要不要 你看看 我是一个做生意的 我要不要加 交配一个 这个叫做生意人的团队 要不要来敬拜 进到那个职场里面 去做敬拜 把人带来做敬拜 你知道吗 那再来 你可以看到 C 是什么 College C 是什么 Church 你要不要进到教会的里面 或者进到各宗教的里面 去带人家敬拜 带人家敬拜 我一直在想说 我们的教会观如果是天国的 你如果看到天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很多的 民间宗教的那些百姓 需不需要转化 需不需要转化 而且你要知道 他们转化的能力比我们强 我给几个例子 有一次 就会有两个孩子 他骑摩托车 一个坐前面 一个坐后面 那两个不知道怎么骑 结果这一骑的时候 就骑到那个卡车的下面 然后骑下去的时候 后面那个孩子被卡车压过 头破掉 前面那个还好爬出来没有事 这个是一个很凄惨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马可罗 李马可罗不演的Morse 你们知道摩斯汉堡 就发生在那前面 那个当时候的淑慧 李淑慧打电话给我说 有孩子被卡车压到了 你知道我马上从马可罗开车下来 开车过来 到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和善 在那边 Polmy在那边 练符咒了 你知道吗 有了有了在那边练 你看看 所有人都看到那个和善的时候 大家都很敬畏 比我还快 你知道吗 我到的时候就跟那个弟兄讲说 弟兄你稍微等一下 这是我的孩子 我是牧师 换我来 说这样就搞定了 你看他有没有很慷慨的就交给我 而且你发现到 这是不是他孩子 是不是他孩子 没有关系 就是他要超度所有的人 他要转化所有的人 听我怎么样 你有没有这个意念 说我今天是个精英 我要转化所有的人 我要祷告他转化所有的人 所以其实一个精英 他做的工作是越来越大 会一直维持在那个地方 你不能说我今天三十个 在明年还是怎样 三十个 你没有办法说明年是 今年是五十个 明年还是怎样 五十个 这不是精英 这不是精英的教会 这不是精英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是属灵的征战 得救的人会因着我们日子佳天 为什么 因为你有权柄 你有权柄 今天有个姊妹 阿欣 阿欣 阿欣刚来这拜 好 那个姊妹回来 那个姊妹回来的时候 牧师我好几年没有回来敬拜 你看 就是疫情之后他们家就没有来敬拜 我记得三年前他们还回来敬拜一次 我其实很奇怪我的记忆都好像有点 会记得很住 他大概就是三年 三年都没有来 他一没有来敬拜 他的先生就会比较懒 而且读了博士班 读了博士班 然后他正在学博士班 这个姊妹就跟他先生说 我们要回去敬拜 你没有敬拜 精力审就越来越少 里面就会 那个对审的热度就会褪去 那结果呢 这个姊妹就一直跟他鼓励说 我们要去敬拜 这个弟兄就告诉他 他博士班拿到之后 就会回来敬拜 我很怕他没有拿到 所以你一定要只要做一张鼠能征赛 已经不断地祷告说 神啊 我们的祭坛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有钱柄的祭坛 跟我说一次 我的祭坛是有钱柄的 我的敬拜是有钱柄的 我的祷告是有钱柄的 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 就怎样 开始怎样 就开始祷告 就开始敬拜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在做一场属灵的征战 你觉得 你绝对要知道 绝对要知道 所以 你会发现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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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一张笔 它是有转化世界的能力 它有转化的能力 把人心转化 把环境转化的能力 你知道吗 教会呢 教会绝对是什么 缺乏能力的 你知道吗 教会就缺乏能力了 再来 你可以看到 在教会里面 它越来越怎样 制度化 为了管理 越来越怎样 越制度化 长老实事 你知道吗 同工 你知道 越来越制度化 其实 Iglesia 是不断地在说什么 它的本质 就是 借着神的能力 不断在传讲 在传讲 让它流动化 流动化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 它可以跟 它的媒体 那些在做媒体的人 一起敬拜 他们可以不在教会敬拜 他们可以带到哪里敬拜 可以带到麦当劳敬拜 对不对 可以到意大利敬拜 可以到哪里敬拜 德国 你最近有开你的视频 跟德国的弟兄敬拜吗 我祷告 他带他唱一首歌 你知道吗 你讲这个好像很谣言 他的男友在德国 对 是台湾的精英 他的男友得过 已经得过三次的总统奖 有不厉害 从小学 中学 到大学都得过总统奖 而且他去学设计的时候 学汽车设计 你知道 都得奖 然后呢 在意大利 学汽车设计 然后就考 那个Mitsubishi 对不对 然后考上了 在德国做设计 设计又得奖 然后到日本去得表彰 是不是一个精英 他的妈妈就是这样 常常带着孩子 牧师的基督 让他聪明 你知道吗 其实 无论他在哪里 都要给他有一种 转化的能力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 我在台湾 同步是在加拿大 我们是不是同时可以一直祷告说 主啊 转化加拿大的那些华人 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一个祭坛的能力 它绝对是一个充满什么 它不是一个制度 它是充满转化的能力 再来 教会 教会在做什么呢 它有活动 它在做教导 它是一种内在的一种运动 但是呢 你知道Eglise 是没有建筑物 它只有两三个人在哪里 哪里就可以敬拜 所以无论在家中 无论在医院 无论在职场 然后无论在工厂 无论在大学里面 他都可以 可以 无限制的做 而且呢 你可以知道 教会大部分的一个人 一个人 礼拜来一次敬拜 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呢 当我做Eglisea的时候 因此需要 我可以 今天在这里做祭坛 明天在哪里做祭坛 在那边敬拜 你看 哪一种 移动性比较大 哪一种活动性比较大 把你的耳朵打开 把你的心打开 让你自己有火热的心 要去转化你所在的地方 转化你所积宿的地方 转化你的职场 還有一样 你要知道 宗教的活动 大部分都没有能力 我这样讲 教会敬拜久之后 我这样说你可以了解 这很可怕的一种了解 敬拜团队一定要了解 不然的话 你没有办法真实的进到 真实的敬拜当中 挪亚时代的神的同在 亚伯拉罕神的同在 再来呢 大卫神的同在 雅各神的同在 来到所罗门神的同在 有没有一样 而且他的敬拜有没有一样 都不一样 他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进化 你看大卫的敬拜 已经是一种尽心尽心 尽力尽力的敬拜 敬拜当把义武全部脱光 然后唱歌跳舞 有没有 那么那个米甲 看见他没有什么体统 就耻笑他 他一生都没有生过 没有生过一个孩子 所以告诉各位 会去批评人 伤害人的 要生养小孩 传福音 是难之又难 难之又难 所以我开始鼓励 开始跟各位再说一次 跟各位说一次 我们今天不是在做一个宗教的活动 我们是在做一个什么 属灵的征战 祭坛就是一种家庭的属灵的征战 也是一个职场的属灵的征战 你有阿们吗 你有没有阿们 对 再来呢 你要知道 你要 我们一直想 让灵魂得救 教会得到更多的人 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 其实不只是这样 当我们这些祭坛在建造的时候 神迹歧视越来越大 很多人就会进到你的哪里 进到你的祭坛里 我再说 很多人会进到哪里去 进到你的祭坛当中 你会发现到只有祭坛的当中 会更吸引人 为什么 因为那里有神的能力 有神的荣耀 很多不可能想过的事 在那个地方 都会因着敬拜 而展显出来 OK 我谈到这里 我不知道各位了解 我在说的一个主题吗 再来 我们的教会 我先擦掉 其实叫做VCC 我们在的工作也叫做VCC 就是Vision-Christian Community 这是一个有意向基督徒的群体 那么这个群体 其实对我来说 这个群体就是两三个人一起祷告 他是有权柄的 他是有能力的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这个Vision有意向 我们教会有没有意向 我们教会叫一二三 当你在带人的时候 这个Vision 你要看到一个人 就看到他有没有属灵的未来 我告诉各位很多人是 他能够在教会享受 敬拜已经不错 他没有办法进到Iglésia当中 你相信吗 不是每个人都是Iglésia 可怕就在这里 可怕就在这里 有很多人 情情不好 每天找人不便 这种人 你把他进到Iglésia 你很快 Iglésia就被他拆毁 真的很多人 你进到一个团体 就拆毁那个团体 你说那个人不好的人 不好的人不好的人不好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很多人是这种情况 你在你收拾的环境当中 有没有这种人 有没有很多人就是想 想控制更多的人 很多人就是觉得你有能力 你就非常 他就很嫉妒你 这些人都 你会 他没有办法成为Iglésia 什么叫Iglésia 这是精英 这些精英就是一个目标 就是我怎样的 把神的爱彰显在人间 我有个 对神 对人都有热爱 我的敬拜 就是为了要转化我的家 为了转化什么 我的职场 像我爱我的孩子 有时候半夜 半夜四点钟醒过来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 你光啊 你在做什么 爸 我在吃饭 我在哪里吃饭 我在跟朋友在餐厅吃饭 我听到心情有点安定 你会烦恼他 会烦恼他 他工作好不好 你会烦恼 对不对 我就问他说你最近好不好 他很好 我最近都有去敬拜 我们牧师的心情都很好 很鼓励我 你听到就感觉到不错 这是一个传统的教会 但是真实的一个教会 我希望我的孩子是一个Iglésia 所以前几天我再告诉他说 孩子啊 你最近这么样的敬拜 这么爱主 你是不是有被感动 要被呼召成为传道人 他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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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我的事情 那是你的事情 我小小小小 那么呢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这个地方需要 需要教会 这是初劫 有没有需要Iglésia 那我现在问各位 你是在教会当中在成长 还是你希望你变成一个Iglésia 你希望成为Iglésia 请你挤手一下我看看 你希望家里真的建造祭坛 你的职场建造祭坛的人 你希望在职场上你有祭坛 你在工作的地方有祭坛 你可以找更多的跟你同样 同类型的人做祭坛 有没有可能 每次在做祭坛的时候 我一直想说 像 最近 那一个 王永世老师一直告诉我说 牧师 我们应该回到市政府去祷告 去找那个市长祷告 他好像感觉到那种 有不平安的在他的里面这样 我要不要去 对了 你先去 当我讲的这些概念之后 你有没有开始翻转你的想法 有没有开始翻转你的想法 你看 其实 祭坛是两三个人在一起 一起祷告 神就跟你同在 然后呢 印尖的钱品不能胜过你 然后 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你 然后呢 再来 地上手滚绑的天上要怎样 地上手释放的天上要怎样 释放 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个精英 但是精英的训练 你看看 当彼得 彼得这样 说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你知道吗 耶稣基督就跟他讲说 西门巴耶纳 这不是 属地的指示你 也就是我天父指示你的 然后耶稣再来讲一句话说 我要进到越杀能 要被文士 那个长老祭司 所苦 所害 被杀 然后三天又从事地复活 有没有讲这句话 彼得怎么样 跟他说 主啊你万万不可 有没有 那么耶稣又跟他讲说 撒旦推到后面 精英的本事还是会做一点 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 所以耶稣又跟他讲说 你如果要跟从我 彼得要怎样 舍己 要舍己 要放下自己 兄姊妹 我告诉你 神同在的人是这样 神同在的人 永远要记住一点 神真的跟你同在 你的心是归给神的 你是个精英 你根本不需要去考虑到 去伤害人 嫉妒人 辱骂人 你知道吗 也不要去欣赏 不必去过度的怎样 去崇拜一个人 你要相信这个精英 神跟你同行 神跟耶稣同行 跟他同在 他凡事怎样 顺利 你知道 以赛亚书第十二章 耶稣的根 神跟他同在 他就有聪明 智慧 知识 能力 计划 谋略 敬畏 你知道吗 你要每天真的把自己 扶在神的面前 敬拜他 然后你也要带一群人 怎样 来做一个属灵的祭坛 这个祭坛 其实是一个 是一起精英建造的 同志们 我们开始 我要带一些同工 带一些同工 包括带着你们 开始要做一些 属灵的祭坛 我也想说 当你要做一个 属灵祭坛的时候 你要舍下自己 你必须要尽心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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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的 去敬拜神 把自己的心思 意念 都放在神的里面 我一直感受到 你每天在 把自己的事物都联化 什么叫做联化 你知道吗 我在做事是为神而做 我在读书是为神而读 你知道吗 我所拥有的一切 都为了神拥有 我的恩赐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拥有 你会不会感觉到 你的思想意念 开始被转化到神的面前 然后神跟你同在 你的本身都是为了天国 而怎样 而存在 而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存在 最近 我 我读了一些书 然后 看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我常常问自己 我开始一直问自己 这些 所以我把一些东西 开始思想 怎么把它 连化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像明天早上 我大概五点多钟 就会开车到台北 到台北 我要去 台北有一个老弟兄 在过去二十年 我卖给他的音响 他全部叫我搬回来 他叫我搬回来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是不是要卖给我 我就问他说 你要卖回给我吗 他说不是 或是你先把他搬回来 因为我老子 我这个要死 这个要死很难处理 那你先把他搬回来 那买多少 算多少 没买的都你的 听到没想到 你知道吗 好了 问题又来了 对他要不要公益 一定要有公益 第二 他拿回来那些东西 包括我的东西 还有仓库的东西 我就可以办一个古董音响展 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什么 台湾 拥有古董音响最多的地方 不是在英国 在美国 很多贵重的器材 你听过 你从来没有看过 进来就可以享受到这一些 我要不要在欣赏这些的时候 我要不要请孔老师来唱歌 收钱 你知道吗 而且他有价值 一个人来听两千块 涨价 上一次来唱歌 你有来听吗 你觉得有价值吗 觉得有价值吗 你发现两千块是什么 听他唱歌是有价值的 对不对 你会不会发展成 这里是一个 最重要是一个音乐中心 我要不要把这个教会成为一个音乐中心 要把它属联化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推展什么 像我昨天就在想说 这个地方要推展 让这个地方知名度高 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完全奉献于神 我再举个例子 有一天我们要请马悠悠来演奏 你知道吗 他一听到说 我们跟他讲 我们是台南的鸿印文创中心 他听了之后 他一直想说 鸿印文创到底在做什么 他可能会知道哪里 文化中心 有没有可能 他绝对不会知道这里 他可能会知道凤山的魏武园 也不会知道这里 你要不要让这个地方的知名度 然后把所有的一切都摆在神的面前 把他请很多人来这边唱歌 请很多人来这边演奏 请很多人来这边打我们的知名度 你知道吗 还有一样 这里要不要有圣歌的表演 我今天跟孔老师讲说 小诚 你要准备一下 有一天你在唱什么歌 Glorian Chan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一唱我心就很平静 我唱给各位听一下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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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没听过这种歌 你们每次听我唱年歌的时候 其实那些都是从Glorian Chan 我唱出来了 我每天都听这个歌 我的心就很平静 就会接近神 这种教会的文化 要不要传达出去 要不要传达出去 要不要很多的艺人 他们在基督徒 他们唱的歌传达出去 兄弟们开始 要把整个教会要联化 把你说的东西都要怎样 要联化 你知道吗 而且联化是把它 完全奉献给神 不是讲 不是说说而已 是要做 兄弟们 Iglesia 就是在转化 你看看 A B C D E 我们要不要从art 开始转化 你要不要从business 转化 你看到上个礼拜 敬拜 敬拜 敬拜前 我再看一个弟兄来敬拜 我说 你现在来敬拜 我本来不想来 但是有一个大陆的弟兄回来 就带他来敬拜 是大陆的 我们教的弟兄 带他来敬拜 蛮有趣的 敬拜完以后 大陆弟兄说他要先走 带他来敬拜 我吃便当 人家请他吃好的 他吃不下 他只有吃两种东西 便当 还有一种是面 有面摊就饱了 我就请他上去 他就一直跟我说 牧师 教会要做的事情很多 你知道吗 教会 应该要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把教会 把教会推展到社会的里面 去转化这个社会 可以懂的 我看这里音乐家这么多 你应该让音乐家走进这个城市去唱歌 那我有阿妹吗 他自己跟我说的 我说 我这样 这里输了一些费用 他说你跟我说就好 你听不懂 我刚才在这里 我一个 两三分钟都很感动 都没说话 我是要跟他说 不然你来成立一个 你爸爸的纪念中心 音乐的纪念中心 我就跟他说 他说我爸爸落在密码 所有都看不到 但是你会发现到 当神的启示一来到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出现 你一祷告 你想做什么 神就会把那些人摆在你面前 当我想把我的奖章成为文字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美女来替我写 你知道吗 而且他写的以后我都很高兴 都高兴他不晓得怎么跟他感谢 因为感谢太多 是会觉得很世俗 感谢很少 要觉得说好像也不够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感觉他转化一个人 要很久的时间 我们跟他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对 我们在带他信主 他没有信主没有问题 信主之后人生真的很凄惨 你知道吗 我们就一直鼓励他 他不错 他很聪明 一直转化自己 转念自己 他一直跟我说 他以前是女强人 包括对他的先生 对他的孩子都很强 最近温柔多了 你听懂吗 他先生跟他分开了 但是他坚持了怎样 信靠耶稣 而且充满了智慧 你知道充满了智慧 他的爸爸叫他在楼上 叫他去楼上 叫他去楼上 跟他妈妈拜拜 他就去楼上送人生 一支给亚生 一支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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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拯救他的妈妈 我听到以后有没有感动 这个转化的过程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耐心等待 要耐心要祷告 你知道吗 要敬拜 他天天祷告 天天都喊哈利路亚 然后最近他很多奇妙事就发生 最近拍了很多甜蜜照片给我 那种跟一个 跟他脸相似度百分之八十五 跟他脸相似度百分之八十五的男人 他贴得好近这样 我就跟他说 甜蜜又幸福 主恩同在 其实我告诉各位 这是不是神迹 对不对 老妹是不是神迹 这是神迹 所以你要相信 很多次神迹就会怎样 你在做祭坛的时候 很多时候奇迹就发生了 Amen 但是你要敬拜的时候 一定要把整个生命都怎样 放在敬拜里 我发现到当你在唱歌上的时候 不是自己在唱 你用你的心理就知道 而且要散美到 他真的是理想 散美到只有你跟我的感觉 你跟他说 他不是一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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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一种做 他就是一种做 他在你身体方面 这个积物就是你自己 当你要赞美神的时候 就是我整个生命就是纤维剂 唱到唱到都不是重要 是我真的用我的心理 你做什么 你敬拜 你知道吗 对 我看到很多人在唱歌 有时候都唱的不对 他不对也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灵 已经摆在神的面前 把自己献为己 你知道吗 OK 给我一首歌 我好像有给那个 我看一下 我来唱这首歌 请人一弹一次好不好 我来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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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唱歌 来唱歌 我来唱歌 来杀美丽 有火口 来杀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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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丽 神明 用嘴唇 来赞美你 用火口 来歌颂你 我双眼 渴望看见你 向我藏见 愿我耳聆听 烦恼 在我 里面 赞美丽 神明 用 用 我藏见 愿我耳聆听 你身影 我双手 领受你的爱 我的确实 赞美丽 神明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中文字幕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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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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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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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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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